嗨,我是阿慧,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炼猪油 很多人说呀,炼猪油的时候要加水 可是我炼猪油从来没加过水 你看我炼出来的猪油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的雪白心意 今天买了20块钱的猪板油 我看到很多关于猪板油的炼油方法 里面会有加水的 还是有加小苏打的 各种各样的 今天我来分享我妈用了40多年的炼油方法 炼出来的猪油又白又香 我们一起来跟着视频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买来的猪板油 如果比较干净的话可以不清洗 像我这个雪白雪白的猪板油 已经让它快把我切好了 我回家直接可以把它倒入锅内去炼油 如果你买的猪板油带有雪渍和污渍的话 可以加点盐放到热水里面洗一下 它就会立即变得雪白雪白啦 朋友们猪板油一定要是这种厚实的 又白 闻起来没有异味的为最好 现在我们要开始炼油 与炼油的时候对于火活的把握非常的重要 朋友们炼猪板油第一步就是选择好的猪板油 第二步呢就是控制好火后 而且炼油的过程中呢一定要保持耐心 切记不要开大火 朋友们可以看到这猪板油啊 出油的速度非常的快 现在没过几分钟已经出了这么多油了 好的猪板油呢它的出油力一定是高的 中途记得给它翻翻面 免得给它朝下的那一面烧焦了 朋友们你看看这个用中火熬出来的猪油啊 它的颜色非常的浅 再过一会儿这些油啊都可以打出来了 你看这个猪油力非常的高 我们用来装油的容器呢一定是要非常干燥的 你看看这个是我婆婆给我的一个土摇罐 非常的古老的一个土摇罐 所以我奶奶那边他们都用这种罐子装猪油 你看煉出来的猪油非常的清澈 而且颜色非常的浅 只要掌握几个要点 你也能煉出来这样好的猪油 好了朋友们现在我们可以把油滴出了 接着我们来借用一个滤碗 这样滴滴出来的油啊一点油渣都不会有 非常的清爽破凉 现在是熬了20分钟的状态 你们煉好的油渣呢像这样子压一压 把里面多余的油浸掉 朋友们你看看那么多的猪板油 煉好之后就剩了那么一点点的油渣 这是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好的 它已经凝固了 颜色非常的漂亮 一点都不会发黄 非常的漂亮雪白 用来烧菜特别好 特别是烧蔬菜的时候呢 非常能提香提味 朋友们你看看这雪白的猪油 非常的漂亮 特别的小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去试作看看哦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能不能给阿辉点个小星星呢 阿辉心谢谢你了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